这样你看一下 这个写法 先写这个 然后后写这个 然后看一下 这个音是怎么发的呢 这个音 看一下 这个音 看 乌加上阿 这有一道 所以乌 我们学习了吗 乌加上阿 前面的音是要短一点 后面的音是要长一点 所以 很简单吧 今天很简单 下一个 先写法 这个你们 你们先猜一下吧 怎么翻译的呢 怎么翻译呢 乌加上阿 是吧 乌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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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发 ok 前面的短一点 后面长一点 诶 跟我来嘛 你不要不要只看 要跟我读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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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下一个 诶 诶 诶 先写这个 然后后写这个 ok 这个也是能拆的拆得出来 是吧 嗯 开始 然后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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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吧 我 我 我 翻译一样的 我 我 我 嗯 好好 这下一个哦 嗯 下一个 这 现在先滑 加上 什么 这个翻译是能拆得拆得出来是吧 我 转上 所以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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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一个 那看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一个音 因为刚才我们前面的一部分 前面的那个学习的那个音 都是我们直接一个音和一个音 加在一起嘛 那为什么这个想念出来呢 这个是意外的意外 跟写法是这样写的 我们按照我们前面的那种读法的话 O加上E嘛 所以OE对吗 OE错 这个是另外一种另类的 就是要记住 只能记住 那怎么发音的呢 O加上E OE错了 OE不是这个的 OE这样不是错 这个是V这样的话 V OE的发音 O加上E的发音的 所以刚才我们学习的是 OE OE OE的发音 也要记住 所以OE O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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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